很多荷里活的國際大型猛片上映前 製片商都會做好精美的Trailer 以吸引觀眾入場 去到汽車界別 Benz絕對是荷里活的級數 它的猛片全新的C仔C63 SE Performance 還未到香港還未能試 今天先看著Trailer 就是AMG C43 4Matic 會否Trailer好看過正片 C43並不是一個新型號 上代也有 不過引擎用3公升V6 Twin Turbo 隨著新C仔加入 AMG系列全面進入了四缸時代 很多車迷聽到消息都覺得 嘩 甚麼呢 C63用四缸 有沒有搞錯 我聽到也是 但我曾經試過這副機器 我知道這副機器有些了解 新的C43用的機器 就是我之前在AMG A45S用的M139 M139是橫置調轉放的 而去到C仔上面 這個編號就變成M139L L代表甚麼呢 L代表這副引擎是打直放的 關於這副機器有多猛料 可以看回之前的連結 A45S我都已經交代了 再簡單解釋一下這台機器有多厲害 它大可以視為史上最強的四缸機器 它的結構可以承受超高壓的研包 雙段式高壓噴住 它的冷卻有多段式 簡單來說就是任棲任轟都不會腳軟的機器 它有甚麼特別呢 第一 它是四缸兩公升行Turbo Turbo是甚麼呢 亦是業界第一台量產化的電動Turbo 在兩隻Turbo中間多了一隻馬達 這隻馬達的作用是甚麼呢 當死氣未踩入Turbo前 這個馬達已帶動線頁轉動 好處是甚麼呢 減少TurboLac 在低轉低速的情況下 Turbo的運作亦會更加明快 即使你不踩油時 這隻Turbo都可以提早加入 第二樣板斧是甚麼呢 就是加入了未運能系統 48W的MH 必要時增加速度亦可以多十幾匹 攪拌這件事 最後得出的結果 就是408匹扭力500Nm 0至100是4點多秒 今時今日大家都會覺得 輕鬆 買一輛電動車便可以了 對 電動車比它更快便宜 但有沒有聲音聽 有沒有這麼好的馬步 又是另一回事 說到馬步 絕對可以說這車是另一個殺雀 你見到現在使用的是20吋Ti-Ling 是選擇 原裝是18吋 前後都是大卡鉗 前面是4Ti-Ling 後面是2Ti-Ling 碟子都大 避震亦是可調色 賣得上做4MATIC 當然是四驅 這套四驅廠已經設定了 比例大約是3-7 即是頭三尾七 固定了是偏向後輪 亦不會改變 波箱方面 就用了一個9速的MCT波箱 它不是用扭力轉換器 而是多疊濕式離合器 這個波箱亦都沿用了很多年 輕 結構簡單 轉波夠快 另一種殺雀 就是在普通的C仔 後輪轉向是選擇的 而去到C43後輪轉向系統 就是標準 在100公里以下 後輪會乘反方向轉2.5度 目的就是做一個Virtual縮短的View Base 令車更靈活 100公里以上 這車就會正向0.7度 令你的車在高速時更加穩定 效果如何呢 試車才知道 但車廂內有超多東西玩 車廂佈局與一般的C仔差不多 較為顯眼的改動是甚麼 軚盤不同了 我正在坐這張椅子 就是Sport Seed 並不是最強勁的AMG大椅子 但一樣包含了Alcantara 有人造皮 如果純粹在豪華設備上 這車基本上也有你的期望 Burn Master音響 大天幕 很大的螢幕 MB-UX 雙區恆溫冷氣 360鳥嵌立體泊車 電椅子 Ambian Lighting 基本上甚麼都有 豪華上一定滿足你 買得到AMG當然對性能有要求 在四幅式的軚盤上 多了兩個船樓 先後在很多高級的AMG型號上出現了 左邊的船樓比較多東西玩 分成上下兩層 都是有Display 亦可切換不同的調校 喉聲 ESP Enjin Start-Stop 避震 右邊的主要控制不同的行車模式 AMG的Dynamic 亦可透過船樓 甚至督螢幕去設定 帶盤上亦有兩款比較大的AMG專用撥片 即是有甚麼調校呢 例如波箱 引擎 避震 ESP 轉向 後聲 這些東西每樣東西都起碼有兩個選項 即是Sport 和Comfort 組合出來的組合多到雲 當然亦有單位 而我當然是全面對Sport Plus 響後模式 不用想不到 不過試車之前有些東西交給阿雷 我喜歡駕駛自由自在的感覺 陶醉在我私人世界內 外區的Condition 當然要照顧著 這張大新買Auto車主信用卡 除了入油 泊車 和電車充電的額外積分掌相外 還照顧車主其他心頭好 例如洗車 汽車美容 賣汽車零件 汽車保養 入油充電等等 全年商戶優惠近低至三二折 還可以賺到8倍積分 真是超爽享受 停不了 用這張新卡經易通行 不停車繳費系統交稅度費 還可以賺取20倍積分 獎上即是8%回贈 除了簽卡可以儲到積分 其實這張卡還在全方位 照顧到各位車主的需要 如果遇上壞車不知怎算好 有這張卡每年可以享有一次 保胎服務和拖車的服務 打個電話便預約到 全新客戶申請 MyAuto車主信用卡 當然不少得迎新優惠 還有以下這兩款選擇 新客戶發揮後 首兩個月內累積簽滿 合資價的12000港幣後 便會送一部Black & Decker 便攜式打氣寶 又或者選400元現金回陣 首兩個月內累積簽滿 6000元便可以享受 大新MyAuto車主信用卡 真的任何時間都照顧周到 今次真是無阻體驗 超爽體驗停不了 還不快點上網申請 相關連結可以在內門找到 這麼難得的機會 千萬不要錯過 有興趣的你們 快點去這個網站 再用這個Promo Code UpCar 申請大新MyAuto車主信用卡 之後憑卡簽帳汽車相關服務一次 便可以得到300元現金回陣 提示借還是不借 還得到先好借 好 剛才我介紹車時 講流了少許對C43的外形 簡單來說 這是一架有AMG包圍C 有下巴 側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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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出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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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不是很辣 但也適合C43 不用太辣 客戶裙不太批評這件事 低調一點吧 側面見到TurboElectrify 就是這個漿 你不要惹它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C43C63都轉為2公升四缸 很失望 覺得有沒有搞錯 但我自己聽到這個消息 我又沒有說很失望 因為我自己知道這副頭的A45S是甚麼了子 能不能夠背起一個C-Class的Hawk 肯定能夠背起 只不過背出來會變成甚麼感覺呢 感覺很不同 不同在甚麼呢 不同在波箱不同了 AMG45S是DCT 這輛是用9速的MCT波箱 第二樣不同的是引擎的擺位方法 第三樣不同的是車體 第四樣不同的是車重 那麼多樣不同之下 駕駛起來同一副計算 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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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在甚麼呢 第一樣東西就是這個波箱我是頗喜歡的 坦白說我覺得它的齒入反應 比起Dillcrush更好 還有它值得到更大的扭力 你不是每次去到臨近紅驅前的200轉才轉波 其實基本上它是沒有猶豫的 很爽的 還有它的動力流失率 是一定比傳統的Convector波箱 它也原用了很多年了 是絕對可以信得過的東西 第二樣東西就是它的波箱打直了擺 整個POWER TRAIN 整個4G系統都好像一氣呵成 波箱不用迂迴 力度感覺上好像是傳遞得快了 可能是波箱的關係 可能是一些特別的Tuning關係 但這個我感受到的 力量的疏爽程度是頗明顯不同的 第三樣東西很不同的就是車重 因為這是一個C-Class的駕駛 我上次那輛是A仔的駕駛 兩者如果大家都是用43和45Mbps去比 兩者的車重欠了210公斤 一個非常不少的數目 所以影響到0-100也相差很遠 0-100純粹在數字上欠了0.7秒 你在車內感受到加速激情 是沒有A45S那麼瘋狂 這個沒有那麼瘋狂的原因 亦是因為這輛是一輛C-Class 它的隔音會好很多 而且你在車內聽到排氣喉的聲浪 其實是一點都不誇張 我可以以一輛跑車來說 它算是寧靜那一套 但其實車內是有聲音的 它的排氣喉其實都可以手動調校 響或不響 但無論你怎樣弄 其實都不太響 有響到你聽到的聲音 其實都是喇叭除了假的 這輛車有非常多的騰車combination 我先後甚麼都試過 你在Comfort Mode時 如果你用軟鼻震 用輕巧的轉向 你會發覺整件事很尷尬 很嚴大他的車子的循業 但能夠速度 軟船又發揮 可以簡代撐 十分含緊要走 前走蔓延其實不錯 左右傾走很厲害 攸檢站嚴有很多急退 稍要靠陸眼合法的修正 醬合法才可執照 這輛車駕駛不快 但駕駛駛駛駛駛 但我想說的是這輛四驅 它是偏重後輪的四驅 我頗喜歡這種四驅設定 駛駛駛駛同 Shape Oui 但車輪又有一點多掌跡 不會過分盯着地面 在走彎車會安全保持靈活性 加上其又的後續諸向 樣不定整個明айт 是靈活及穩陣 但究竟能否ροire令出現高度刺激 我覺得是刺激 擔心 casos 但它承受起非常激烈的彎路操作 很激烈的前後撫養左右傾側 在硬背震的時間下 駕駛起來很有信心 但你不要以為可以移到尾巴 也頗難的 我試過ESP Off之下 這四條駕駛也是盯緊的 但是有生氣的 不是死沉沉的 但你在車內感受到的 是否非常高度刺激呢 也不會 始終不是一輛跑車 它是一輛綁車演化出來的高性能車 這輛一定要先弄清弄錯 越駕駛越駕駛 你會發現這輛車在彎內是頗有信心的 頭部很肯指 尾部很肯推 整輛車是一輛帶有生氣的四驅車 跟一些釘死路面的四驅車很不同 Audi那種就是釘死路面的四驅車 它可能會更凶狠 但你車內感受到的樂趣就沒有那麼多 我現在都駕駛得不是慢的速度 但你可以見我說話還是很輕鬆 這些就是Benz的魔力 整輛車有甚麼可以再改善得好一點 第一 我覺得軚盤雖然是可變比率的 但我覺得在Sportus的情況下 還是稍微輕一點 節奏感是足夠的 但路面感就差一點點 第二 我覺得駕駛力是很足夠的 但設定我覺得頗敏感 輕輕碰一碰就有反應 別的東西就好 我覺得車有少許敏感 但我覺得是時間可以適應到的 最後這輛車的表現與我預期的差不多 我對上次試駕駛C43用3.0 V6時 感覺也是差不多 它是一輛擁有高性能 低調 深藏不露 你不說不覺 我告訴你不穿Sportbus模式 你都不知道是一輛擁有高性能的高速房車 它的定位真的是這樣 這個定位就要90多萬元 今天我們這輛車換上連結 加上選擇是100多萬元 大家都聽到有沒有搞錯 怎麼會拿這輛車買甚麼好的 對的 真心說 你用這個價錢 不是極度之吸引 你買這輛C200 其實在comfort模式下 大家亦相比起不相伴 但你會想 將來有更勇強的C63S E Performance 這輛車就會處於一個 好像又不是上到最頂峰 又不是任門型號 有少許尷尬的定位 是一部難賣的車 情況如寶馬的340 一樣是很高性能 深藏不露 但這些車在市場上總是較難賣 但廠方設定出這些車 總是有這樣的市場 可能香港沒有 其他地方有 試過這部車後 我反而對C63S很有期望 670多匹 加上摩打在尾上 放在車架上 肯定頂得住 剛才我都說過 當C43是一出氣的Trailer 這個Trailer是好看的 吸引我到時上正常時 買票光顧C63S 至於實際好不好看呢 不知道的 但Trailer的觀看數 肯定高了 希望我們這部影片的觀看數也高 全靠大家每一位 多多支持 記得CLS我們吧 下次有甚麼漂亮的車試 再和大家繼續吹水 拜拜